中国造正当朝 汉朝作为中国鼎盛的朝代 其以独特的文化底蕴 军事力量经济发展 让世界其他国家 直到在遥远的东方 有这样一个洋洋大国 而在比亚迪的王朝系列车型中 汉作为策划研发周期最久的车型 其重要性以及产品力 绝对是在王朝系列其他车型之上 比亚迪汉定位在中大型轿车市场 首次搭载的刀片电池 在补足能量密度缺陷同时 保持了高安全性和长寿命的优势 同时还采用了全新的外观设计语言 拥有600公里的续航表现 和3.9秒的百公里加速成绩 说它是比亚迪多年磨一剑的作品 一点也不为过 可能二三十万买一辆格资车 我对它要求可能没有那么高 但是对于买一辆国产车 其实我就好像是拿着放大镜 一直在找这个车的毛病啊 找它的一些淘点呢 一直在去就是很苛刻地去要求它 其实这也是中国人一种心理嘛 因为觉得国外的东西 真的是好的 咱们自己的东西可能就是差强人意的 大家好 我是汽车之家用户 So Money Style 然后呢 这台是我在8月份提的一辆 比亚迪汉EV 旗舰车型 550公里的一个续航 到现在为止 行驶了两个多月的时间 已经行驶了7500多公里了 然后呢 这个车的裸车价格是279800 当时落地的价格是将近于29万的车价 因为我之前的是一辆糖 是一辆老款的糖 续航是80公里的混合动力的 然后呢 因为我已经开了四辆了 当时也是考虑到该换一辆新车了 所以当时我就把我的定位锁定在了电动车这一档 但是在电动车这一档 在20万到30万区间选择的余地非常少 比亚迪汉 当时一出来之后 3.9秒加速 包括它一些很多的高科技的 比如它的辅助驾驶 5G功能 这辆车呢 最早最吸引我的一个点 实际上是它的整个的外观设计 非常的有 它比亚迪自己的设计语言 非常的个性 而且整个的内饰的配色呀 工艺呀 这些都显得非常的商务 非常的沉稳 很大气 刚好也是比较符合我这个选车的一个需求点 买电动车的时候我最注重的第一点就是电池的安全性能 然后呢其次呢就是它的一个稳定性和寿命 因为比亚迪在03T里这个领域已经走了这么多年了 毕竟已经非常非常成熟了 动力表现是非常的直接 3.9秒加速 能有你让你这种肾上健速直上头顶的这种感觉 非常的给力 这个Depara舒适性跟之前的糖相比 简直就是跨时代的一个产物 它的指向性非常的强 所以说在我驾驶的时候它能给我很大的信心 包括在过一些急转弯急加速的时候 它的整个转向的支撑性呢都非常的强悍 包括它整个的简直过一些坎的时候 你能够很清晰的感觉到每一个轮它的这种震动 然后到过滤到最后你的 就是到你身体的一个回馈 更像是一辆运动型的家用车 整个车的NVH 包括在现在在车内 对于车外整个的噪音隔绝实际上是非常优秀的 在100以下这个车的整个车的经历性是非常的强的 不弱于一些豪华品牌 但是呢当你这个车行驶在100公里以上 它就是两侧的整个的风噪 就会在你耳边嗡嗡嗡嗡的去响 这点我觉得还是应该可以后期改善一下的 8月份我刚拿到车的时候 当时测的一个上下班的一个里程 当时是测了4天 然后呢把所有里程加起来将近是在560公里 当时是开到了16 17的一样的一个就是底电 已经开到一个比较低的一个一个电了 所以下集的这个续航里程还是 我还是比较满意的 就是前段时间应该是国庆的时候 当时的温度还不是很低 也就是十三四度吧 跑天津当时的电耗就是车内开始空调就比较高了 它就差不多将近20个的电耗 高速续航差不多已经达到一个500左右吧 500左右的一个续航 因为毕竟还没到冬天我也没有去做测试说说 现在心里边还不是说特别有底 我期望的一个值啊 就是在420左右 我都是在家用中去充电 充电速度相对于说也得在12个小时到13个小时之间慢充 差不多就是在从15%到100% 比较快充的话就快一点 像我们公司那有那个120千瓦的快充 但更多的实际上是在100千瓦这样的一个区间 我从20开始到85%也就是20多分钟就能冲到85% 然后呢85%到100%这个区间就会慢一点 它会以40千瓦直接冲到99.9% 所以说呢这个其实充电速度还是很满意的 像这个驾驶辅助啊在日常使用的时候 其实它有一个拥堵模式 可以实现一个0到100的一个就是加减速的一个过程 高速它基本上是可以保持一个整个车道的保持和一个ACC的一个自身巡航 这个是非常非常便捷的一个功能 这个车其实配置是给的非常到位的打发的真皮啊 包括整个全车的座椅加热 座椅通风 这个车它都是配备的 包括还有后排的一个可以那个折叠的一个头枕 其实这个都是细节性做的非常非常到位的 然后呢包括它有很多的那个语音的一些功能 这个屏幕也是它里面有很多的程序其实都是可以供我们车主自己去下载去去探索的 这个车的空间表现是其实我是可以给它一个9分的一个 因为这个空间实际上它是足够大的一个一个空间了 因为并且是一个2米9的一个轴距 包括它还有就是整个后排空间的一个对角度的一个调节 其实这个在很多的轿车上是没有这功能的 因为轿车很难实现包括还有后排的座椅按摩 一个可以那个折叠的一个头枕 我个人而言是很喜欢的 毕竟在这个价位能够有这么这么高配置 这么舒适的一个类似体验已经非常不错了 但是它有一个槽点就是它的整个的钢琴口气非常容易地滑 这个车在到我手里边的时候还没有正式交付的时候 就已经有很多小朋友因为这个是很难避免的 改进的地方就是车灯 这个车的车灯就是它的颗粒感 就是虚微有那么一点点严重 我觉得这个实际上是通过光学配件也好 通过一些设计手法也好 其实是可以很好的去改观和改善的 车机因为它用的不是新款的华为的芯片 尤其是在多任务处理的时候 运行上华为还是有一点点卡顿的 还有一个就是最早宣传的5G 我到现在还没有体验到5G 性价比其实这个还是因而异吧 因为当时最早我选择比亚迪汉这款车的时候 我也是做好了30多万的一个打算 但是没想到它的价格其实对于我来说还是有点小惊喜的 因为在同级别中我也没有太多的选择 目前比亚迪汉EV有三款车型 分前驱和四驱两种驱动行驶 对应的续航里程分别是605公里和550公里 BM车型则提供两个配置 付贴后售价为21.98到27.95万元 在国内电动车市场 中大型纯电动车一直都是稀缺性的存在 比亚迪汉EV的出现及时的填补了这个空缺 那么你对这款车有什么看法呢 这样的售价你还满意吗